今天七点新闻星我们带你看看的是 马总统已经执政七年了 520就是他七周年的日子 他在今天也接受了中外记者的查续 他说了什么呢 很多记者问到他说 看到民调这么低啊 或看到大家对他的批评啊 他会不会自怨自爱啊 午夜梦会里面会不会睡得不好啊 他怎么回答大家呢 他说我睡得很好 那这是马总统的回答 不过也要反问自己啊 你睡得好吗 比方说你的薪资没有涨 比方说国内的经济一直不见起色的时候 你会觉得很好吗 是很幸福的吗 好 接下来这个话 可能也要问马总统了 好 我们带你看看 今天有很多人都说 马总统是不是自我感觉太过良好 在这通篇的访问当中 他其实并没有反省自己 并没有告诉大家说 那么在这七年当中 他到底把国家带上了什么样的方向 国家到底有没有进步 在这个方面 他是没有只字未提的 好 我们首先带你看看的是 今天有一份民调出来了 不过大家也很想问说 那个民调的数字到底来自何方 好 首先的民调是 元建跟台湾指标民调 他们联合做了一份民调 大家可以看这个路线图 也就是从2008年一直到现在 上面您看到黄色的部分是不满意的 那么下面看到红色的部分是满意的 对马总统呢 从原本可能起始点是一样 大概一半一半 46比37 但是越来越有点背道而驰 不满意的人越来越多了 到2014年11月达到了最高峰 7.8% 而到2014年满意的部分 只有12% 那么有人说最低最低的那个点 所谓的9%满意度 大概就是在马王政争那个时候 国内的这个里面的包括了经济 包括了政治都当到了最低点 那个时候是9% 但是从这份民调当中 您就可以看到渐行渐远 满意的只有12% 这是2014年11月所做的民调 好 今天又公布了一份 因为520快要到嘛 这是苹果日报 他们所做的民调 到底满意的数字是什么呢 你看有28.74% 也就是在去年11月底的时候 做出来的数字呢 满意的才12 现在变成了29% 大家说这中间差了17个百分点 在这半年来 您觉得您的日子有比较好过吗 好 这17个满意度 到底是怎么来的 在今天这份民调出现的时候 大家当然都想问 不过马总统也不以为意 他说他自己不是颇角总统 午夜梦回 他不会自怨自爱 睡得很好 蓝意义文就酸马总统 说这个民调数字 根本就是被灌水 柯文哲上任灰刀 结果五大必变 五大案 马总统抓到小辫子 全力反击 然后昨天他又说 这不是必案 是案 我想从这个过程 就可以看得出来 整个让我的感觉呢 就是牵强附会 然后罗之入罪 改成五大怪案 我晓得哪有 那个 我还以为这奇怪 里面怎么变成那个训辜学 那个清朝梦连 那个训辜学 就是五大案 五大必案 五大怪案 这我还想到有什么差别 柯文哲不讲弊案 改口怪案 七周年前戏 马总统与媒体查续 趁机吐苦水 民意支持度处于低点的马总统 杠上民意支持度最高的柯文哲 也没再怕 当总统不会五月梦回 再自愿自爱 不会 我晚上都睡得很好 马总统睡得安稳 恐怕也是因为最新民调 从9.2%的历史低谷 翻三倍 只跌回升 来到将近29% 绝对没有 跛脚或者看守的问题 我今天早上看 某报又谈到说 到什么 两成九还是三成了 高高低低 应该要注意 但是不要太在意 当你的民调 跟其他所有其他 相关的民调 有重大的乖离的时候 它的参考价值 其实相对是低的 这29% 一点恭喜你都没有 马总统满意度 台湾指标 最近一次民调 只有10%出头 另一家民调 却有二字头 两项对比差很大 自家议员不给面子 一语戳破 数字迷思 三令新闻综合报道